刚出生的小狗狗在草地上边走边跳 兴奋的小尾巴左右摇摆 让人看了 认不住 心都融化 不过这八只小狗和狗妈妈 才经历一段辛苦的求生计 它是从一公里外的地方雕过来 一只一只这样雕过来 非常非常辛苦 原来这只狗妈妈 远从一公里以外的地方 把狗宝宝一只一只 轮流掉到嘉义的这一间民宿房间外 来回不知走了几公里 直到被民众发现 民宿有小狗出没告诉老板 爱狗的民宿老板不但没有把狗赶走 还担心狗妈妈奶水不够 帮它补身体坐月子 不过为了安全 民宿老板不得不将小狗送养 但自己会留下狗妈妈和一只小狗 背后原因有洋葱 我们会留一只跟母狗 因为担心妈妈会全部送走之后 它会得忧郁症 所以我们会留一只 狗妈妈的母爱不输人类 加上民宿主人的超暖心举动 令人动容 三连新闻 赞红报道 请不吝点赞红报道